好 我们现在设备是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测试这张钢网 我们把底部光源换成了 看干扰更低的这个绿色光源 为了保证网孔的成像更加清楚 现在用的是1200万像素 配3.45微米的分辨率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对这张钢网进行测试 所以我们把它放好 自然放置就可以了 张力测试法则上也是需要自然放置 3D的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界面上的软件 有测试编程和统计 我们现在打开编程软件 然后打开客户提供的胳膊文件 这个星达的GBX或GBR格式的 这个文件目前是有11万个胳膊数 我们把它读进来居中 然后同时做旋转处理 使它与我们的钢网方向保持一致 选择完之后我们选中它 然后做一个分析就可以了 大概需要5秒钟的样子 它会做一次分析 分析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分析结果 我们把它做放大处理 可以看得到它的坐标 长宽 0.5 x 0.3 然后这个程序就编程完成了 编程完成之后 我们只需要点两个mark点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居中点两个mark点 点完mark点 我们打开我们的测试软件 然后对它进行位置的定位 打开测试软件走到第一个mark点位置 测试mark 第二个 同样的步骤 测试mark 那么我们走到下一步 这其实我们那个设备 对这个0.3 x 0.5的这个钢网的实际成像效果 钢网中间有很多这种破损的漏光的地方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的 像这层网孔的这些不良的位置 我们点测量钢网 就可以对它当前的镜头做检测 检测完成之后 你看像这种红色的多孔的漏光的 以及这些孔位不对的全部爆出来了 我们看出康瘸键 点它的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到 左侧上方是胳膊信息 这边是网口信息 这边是两者的差异 这是测量通过的 我看一下这个测量不通过的 它的面积相差是34%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自动测试了 点测量 自动测量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设备 开始测试 这边是拍图像 自动钢网中间有很多小的漏光点 最小的可能到直到了5微米的样子 那么设备运动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慢速的 大概一秒钟一个FOA 测完这段钢网大概是59秒的样子 设备是用三条光酸尺 X方向一条 Y方向两条去做假角的定位 所以它的定位精度是取决于光酸尺 光酸尺分辨率是正乎1微米 设备头部包括一个2D测试 一个3D装3D的测试厚度的 以及一个张力测试 张力测试会经过校验 设备的底光是跟着镜头一起移动的 这样可以保证它的每一步的光源的一致性 以及它长期使用之后它的光源的一致性 好 这样已经测完了 我们移到这个操作界面 测试完成之后总共用了60秒 然后这边报错报了很多 因为这个钢网你看有很多这个孔位是不对的情况 所以它报很多面积错误以及尺寸错误这种情况 总共报了700多个错误 全是这个网孔的 以及它还有一些多孔的情况 就是在网孔的中间多了一些这种小圆点 透光的小圆点 这边是信息 这边是测的结果的信息